所谓人红是非多 这句话用在英国王室的前苏塞克斯公爵夫人梅根·马克尔的身上 可以说是非常贴切 梅根·马克尔出生于美国的平民家庭 她父亲是白人 母亲却是黑人 所以梅根拥有一半黑人的血统 但是从她的外貌来看 梅根·马克尔是一个明白无误的黑人妇女 梅根·马克尔自从被曝出与英国王室的哈里王子恋爱之后 就人气不断上涨 受关注程度 每天全球各国的媒体都不断对梅根·马克尔进行跟踪报道 梅根·马克尔作为英国王室历史上首位黑人嫔妃 她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但是人气高涨 如日中天的梅根·马克尔 却在嫁入王室不久后 突然宣布辞去王室高级职务 与她的丈夫哈里王子一起宣布离开王室 到王室之外的广阔世界独立发展 对于梅根·马克尔突然离开王室的真实原因 在网络上流传着各种版本 有的版本说 梅根·马克尔因为与大嫂凯特王妃关系不和睦 因此在王室里面遭到各种排挤 所以被迫离开王室 还有的版本是说 梅根·马克尔其实在嫁入王室之前 就已经计划好自己将来要离开王室 她本来就是利用王室给自己镀金 让自己获得英国王室嫔妃的身份后 再离开王室进行商业运作 赚取丰厚利润 还有一个版本的说法是 梅根·马克尔在嫁入王室后不久 因为某些原因惹怒了英国王室的大家长 英国的君主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所以她自然无法在英国王室待下去 所以被迫离开王室 对于最后一个版本的说法 英媒最新发表一篇报道 对此做出了诠释 在当地时间4月7日 英媒发表了一篇报道 报道称 梅根·马克尔在加入英国王室的初期 她是深得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欢心 英女王十分喜爱梅根·马克尔 但是后来因为梅根·马克尔 做出一个出格举动 从而激怒了英女王 从此她在英女王面前施宠 在得不到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 喜爱的情况之下 梅根·马克尔在英国王室的处境非常尴尬 日子过得非常难受 从而最后决定辞去王室高级职务 离开王室独立发展 报道称 王室专家 皇家传记作家汤姆·奎英 对此事发表了评论 汤姆·奎英向媒体《华尔街日报》透露 梅根·马克尔在刚嫁入王室的初期是非常得宠的 深受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喜爱与欢心 直至梅根·马克尔做出了一个出格的举动 她试图改写王室的规矩 这个出格举动惹怒了英女王 从而失去了英女王的宠爱 并且她在英国王室的美好日子也就不再存在 从而让梅根最后被迫决定离开王室 汤姆·奎英对《华尔街日报》评论说 梅根·马克尔身上带着一些与众不同的气息 当她刚刚到达王室的时候 那是一股清新的空气 这正是英国王室当时所需要的 一个与传统王室贵族成员背景完全不同的新人 我从女王身边的人那里听说 英女王起初十分喜爱她 但英女王当然希望加入王室的人 服从王室的规则 我认为梅根却不想遵守王室的规则 她想重写规则 这是一个非常出格的举动 这种举动是永远不会被允许的 所以当梅根·马克尔试图做出改写王室规则 这种出格举动的时候 她就失去了英女王的喜爱 笔者认为任何人都是要遵守规则的 所谓入乡随俗 既然已经嫁入了英国王室 成为王室的一份子 那么自然要遵守王室的规则 如果已经成为王室成员 却试图改变王室的规则 这种行为确实非常出格 难怪会因此惹怒了英女王 毕竟没有哪个领导人 会喜欢自己麾下 有一个不守规则的部下 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对此事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发表评论 我迈过人间万物 从不慌张 唯独你踏过山水归来那一刻 我方寸大乱 可是爱情再长 它也长不过生死 菲利普亲王走后 独留伊丽莎白二世 在人间受尽孤苦 从去年到现在 人们看到了一个 形如枯稿的女王 2021年4月9日 菲利普亲王离开了 陪伴74年的妻子 73年里 菲利普亲王和伊丽莎白二世 形影不离 每当他的Lilibet不高兴时 他总会想出一些幽默的段子 逗乐自己的妻子 他们习惯一起去散步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们越走越慢 走在前头的菲利普亲王 总会回头看着 走在后面的妻子 他们喜欢养狗 在照片中 人们总能够看到 他们身后欢跑的宠物狗 慢慢地 这一切都成为了回忆 他的小狗不断地离开 直至他觉得自己 再也无法照顾他们 他开始有了放弃宠物狗的想法 去年 比伊丽莎白二世 大五岁的菲利普亲王 离开了人世 虽然他早有所准备 也早就知道 这一天迟早会来 但是他依旧无法适应 失去他的世界 2021年4月9日 他的孩子不仅失去了父亲 他也失去了自己的忠实伴侣 失去了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人们常说 菲利普亲王并没有那么爱女王 但是菲利普亲王的爱 富裕却不浓烈 这世上肯定有某个角落 存在着能完全领会 我想表达的意思的人 菲利普亲王是全力相助妻子 为女王守护家庭的王夫 也是出了名的大男子主义的老头 菲利普亲王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大男子主义者 他曾未实现自我价值 做过诸多的努力 但是在苦苦挣扎之后 他自己的理想和与王夫这个角色相比 就是无足轻重的报复 也只有在菲利普亲王身边 伊丽莎白二世才会彻底地放松下来 也只有菲利普亲王不会理会那些反文辱节 他会喊她Lilibet 也会和她拌嘴惹她生气 也只有在菲利普亲王的面前 他才有种普通女人的感觉 而不是这个国家的君主 随着年龄的增长 菲利普亲王身体机能变得越来越差 曾几何时他还和别人开玩笑 说自己最好还能在行动自然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他顽强地活了99岁 因为他舍不得她的Lilibet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受到疫情的影响 这位父亲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那里没有儿孙的烦扰 只有两人面对面的促膝常谈 内心如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菲利普亲王走后 女王曾这样形容现在的生活 住在医院的菲利普亲王一直吵着要回家 或者说他已经有了时日无多的感受 他想将自己人生中余下的时光留给Lilibet 什么是爱 爱是你深埋六尺黄土之下 再也摸不到触不到碰不到你 是生死相隔 却依旧生生不息的款款深情 我们都知道那一天迟早会来 那一刻到来时 女王始终还是无法接受 生死相隔 摧毁了伊丽莎白二世 原本精神绝兽的女王 如今却成为一个形如枯稿的老人 菲利普亲王的死亡 在一步步蚕食着女王 从消瘦的身躯 再到不断出现问题的身体 还有那个已经无法独立行走的躯体 还以为自己没那么想你 但是记忆涌上来时 我已经哭得不能自已 在菲利普亲王去世的追思会上 当教堂想起亲王指定曲目时 女王哭红了双眼 但是作为最敬业的君主 在菲利普亲王下葬的四天之后 他就开始履行自己的王室职责 因为他知道 自己一生最大的任务 便是成为国家的榜样 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菲利普亲王